国民党亲中派议员各个喊出要角逐立委 不止徐晓星早早宣布 台北市的游淑慧张思刚也跟进表态 九黑选后蓝营大胜 议员趁势而起想进军国会 势必要PK同选区的资深前辈 到底是世代交替还是世代之战 资深媒体人黄光晴直言 他支持世代交替 但现在国民党有八名议员 才刚当选就职就要落跑选立委 是党选民都是吃素的吗 还是把选民当作partner 投票部队势必要发起敌制 只是国民党新生代想出头 党内掀起卡位风暴 恐怕谁也挡不住 国民党中央现在是群龙无首 那各自心怀鬼胎 不管是想要这个进军大卫不敢表态 或者是等待黄保加深的现象 其实他们都希望笼络 不管是落跑者联盟 或者是现任立委的一个部分 所以都不敢出言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制衡力量 或者是党内真补的一个力量 这也助长了这一群落跑议员的歪风 议员转战力尾不稀奇 但这回蓝影小鸡落跑参战 引起党内踏伐凸显蓝绿的世代策略大不同 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蓝影是政治真补失灵 那绿影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不管是新北的何博文 或者是新北的这个李昆成 甚至于新竹的李延会 基本上他们都是在连任议员住届之后 选择放弃再跟年轻人抢夺机会的一个情况 进一步宣布他们要参选立委的这样的格局跟高度 学者认为民进党世代交棒政治真补灵活 反观蓝影次家人大塔口水镇 火药味十足 不管是用徐巧新去换废洪泰 或者是游淑慧去换蔡正元 甚至于是罗志强去换掉赖世宝 这个基本上都没有世代更替的这种意味 这只有满满的权谋跟斗争的一个味道 蓝影的一个部分特别组成了一个落跑联盟 那要进军国会 我想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九合一选后蓝影士气大震 只是党内意见整合再度卡关 面对2024选战开打 对手阵营民进党严正以待 目前蓝影气势大胜 现在绿营主要的这个本命区 可能落在台南或者是高雄 我们以台南为例的话 像国民党的落跑选战的情况 就不容易出现 相反的我们也看到了 在中山的补选之后 接下来补选不管是蔡培会也好 或者是即将要到来的党内的竞争 绿营目前就是如何去换回选民 对他的一个支持 包括青年选民这样的一个号召 我想这个都是绿营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挑战 距离2024大选不到一年 蓝影议员表态参选到底 世代风暴席卷全党上下 记者 李约琪 彩虹报道